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 随着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各种生活压力及工作压力 大家不得不为了工作和生活努力奔波 每天都处于满满路路的状态 很多人除了白天工作,晚上回到家之后,依旧要熬夜加班 这样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看似一天两天没什么影响 可随着实际的推移长久下去,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殊不知长期熬夜,三缸又像肾,长久下去是后患无穷 从中医理论讲,缸为魂之色,血之长,金之中,主谋略 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刚,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光 而圣又被称之为新天之本,圣主长经,纳气 也被称为坐墙之光 也就是说,肝在内必须要储存一定的血量 以制约肝的阳气过亢 维护肝的输卸功能,使其能温和调杂 让肝血能够正常的流氧到群身及各个组织器官 而肾脏需要对于体内精气必常收拧 为体内精气能够发挥其应有作用来创造条件 防止体内精气流失 同时,肾还需要射纳肺所吸入的氢气 由肺吸入的氢气,进而下达到肾部来保持人体呼吸的平衡 保持人体呼吸的平稳 保证体内外气体的正常交换 长期熬夜导致肝气、肾气慢慢消耗 进而人的生命力也大打折扣,提前衰老 早早地将身体透支到极限,得不尝失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 随时随地,在家都可以来进行锻炼 帮助补育肝胜,养元气 具体如何来做呢? 首先,双脚打开,预巾红宽 身体保持中正,下流微收,眼睛目视前方 吸气,屈膝下动,提脚跟 同时,双手用力握拳,从两叶旁边 引伸出气,引伸出去 呼气放松 这个时候,腰背保持统一水平性 然后矜持大约30秒 大家再看一下 吸气,下动,脚跟提起来 握裙从两旁伸出去 矜持大约30秒左右 这里要注意的是 膝关节疼痛 半夜版瘦手的家人 不要做此动作 当我们屈膝下动,提脚跟 此时,提的是我们的肾气 并且锻炼到整个腰部的肌肉和力量 使整个身体下肢更有力量 当我们用力握裙 从两叶旁延伸时 使肝气能够得到舒展 同时,锻炼到手指的筋筋 每次做五个位一组 休息30秒 一次做三组 每天有空 矜持练习 寻寻静静 把时间加长 效果更加 方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及时关注 点赞转发或收藏 谢谢